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12月13日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龙达天下温暖四方 北岸春晚2024将于2024年1月27日周六晚上继续在西温剧院举办 欢迎小伙伴们捐款购票 欢迎有实力的企业和朋友们继续鼎力支持加盟赞助 总是在说温哥华都会区 而且这个地区还特能花钱 每年的预算超过26亿夹刀 这么能花钱的地方竟然没有人民的监督呢 近日新西米市的议员提案 是否由人民来决定温哥华都会区的董事会人员组成 现在的都会区董事会由温哥华都会区的23个城市和特定地区组成 董事会成员由市长们兼任 通常是缴税多的几个城市市长自动成为负责人 比如温哥华市市长 西温区市长等等 董事会以下设立不同的职能部门 负责地区污水处理厂 饮用水保护区 以及地区公园等等 这些部门所花费的经费 全部都是纳税人缴交的税金 而且还不少 这笔钱怎么花却没有人民的监督 特斯拉在全美召回所有从2012年到现在卖出的所有型号的汽车 以修补自动驾驶的漏洞 加拿大消费者也会在不久跟进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特斯拉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进行了两年的调查 证明该系统是致命的与发生的一系列事故都有关系 据央视网报道 12月13日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 清华日军侵入南京 开始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30多万生灵惨遭杀戮 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夜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